今天是8月10日 1945年的今天 延安总部朱德总司令 向各解放区所有武装部队 发出第一号命令 要求各抗日人民武装 向附近日伪军送出最后通牒 限期搅出全部武装 否则彻底消灭 1945年8月6日 美军在日本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 8月9日零时 苏军向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 发起进攻 同日 美国在日本长期投下第二颗原子弹 8月9日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表声明 号召进行对日扣的最后一战 1945年8月10日24时 延安总部朱德总司令 向各解放区所有武装部队 发布第一号命令 各解放区任何抗日武装部队 均得依据波茨坦宣言规定 向其附近各城镇交通要道 致敌人军队及其指挥机关送出通牒 限其余一定时间 向我作战部队交出全部武装 在缴械后 我军当以优待俘虏条例 即以生命安全之保护 各解放区任何抗日武装部队 均得向其附近之一切伪军 伪政权送出通牒 限其于敌寇投降签字前 率队反正听后边遣 过期即需全部缴出武装 我军对任何敌尾所占城镇交通要道 都有全权派兵接受 进入占领 实行军事管制 维持秩序 并委任专员 负责管理该地区之一切行政事宜 如有任何破坏或反抗事件发生 军需以汉奸论罪 8月11日 朱德又连续发出第二至第七号命令 领禁察记 禁隋和山东军区等部 各以一部兵力 向查哈尔 热河 辽宁 吉林等地进发 各解放区部队向本区一切敌战交通要道和城镇展开进攻 迫使日伪军无条件投降 进查记军区部队迅速禁逼北平 天津 攻占张家口等城镇 控制交通要道 进随军区部队逼近太原 攻入归随 夺取日伪军占据的城镇据点 禁忌鲁域边区部队向太原 开封 安阳等城市逼近 接断同浦 龙海 平汉等铁路线 山东军区部队向济南 青岛 徐州等地进军 接断金浦 交际 龙海铁路交通线 新四军各部队夺取苏 碗 浙地区敌战各村和县城 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 歼灭当地日伪军 解放区战场独具特色的战略反攻作战 为加速日本法西斯的彻底灭亡 做出了重大贡献 霞沐寞 Internation 下注 ��单元 杨领岛 赵文塞 徐州 Portal 赵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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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上司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